优优独播剧场——YoYo 不过此时 尤托还不知道自己今晚的成人李对象是谁 事实上他才刚刚起床 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原来是刚来的女仆奥克索 她搞错了开门的方向 所以打不开 尤托的房门是向内推 而不是向外拉的 所以尤托很热心地将房门打开 却让准备撞门奥克索扑了个空 撞入了自己的怀里 奥克索赶紧推开尤托 并且斥责尤托下流 在他的眼里 现在做这些事情 对于尤托来说还太早了 不过奥克索好像搞错了身份 明明尤托才是主人 而且他今天已经成年了 其实奥克索作为女仆的资历尚浅 并且年龄也比尤托大两岁 所以才会将尤托当作小孩子来看待 不过对于尤托来说 奥克索才是真正的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一大早 便急急忙忙地来找尤托 是为了叫他去吃早饭 尤托作为家族里的三子 自然还有两个哥哥 二哥名叫亚努斯 大哥名叫纳诺斯 他们的父亲便是穆斯库里家族的家主戴谋 在尤托出现后 几人便对尤托的成人礼 表现出无比的关心 毕竟这是相当重要的仪式 但是他的大哥好像有些过分关心了 不仅一直在强调自己的优越 还在暗示尤托会失败 在整个早餐时间里 大哥都一直在强调这件事 尤托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可是内心却吐槽这位大哥 简直就像是中学还没毕业的小孩子 听着大哥滔滔不绝的讲话 尤托也只是随便敷衍过去 没想到大哥在接受回答之后 却开始得寸进尺 甚至摆出了非常挫作的姿势 还好家主及时解围 才让尤托摆脱了大哥 家主为尤托讲解了成人仪式的重要性 他们身为穆斯库里家族中 就要承担其守护家主 守护国家的使命 虽然父亲很严肃 可大哥并不在意 长久享受的贵族特权 让他很自然地就把这些责任 推给了那些拥有技能的稀有人类 他们这些贵族之所以会拥有权利地位 享受种种特权 便是因为他们必须为了这个世界 为了人类 做好豁出去的准备 正在父亲交代贵族特权重要性的时候 尤托也回忆起了自己的过去 在他重生在这个世界之前 最后看到的词语便是贵族义务 没错 尤托是一位转生者 在他30岁的时候 在电车上重生到了异世界 当时他在手机上看到了这个词语 之后手机便爆出了强烈的光芒 等他回过神来 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婴儿 尤托很幸运 重生到了一个贵族家庭 从小就有战人服侍 还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可是对尤托来说 他只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完全没有自己的目标 尤托完全不明白 在这个异世界中 他到底要做什么 加上前世的年龄 他已经接近50岁了 所以尤托才会觉得 奥克索是一个小孩子 在几人已经用过早餐后 男主还沉浸在回忆中 父亲命令他回到房间 等待仪式开始 从刚才就很过躁的大哥 到现在却还在喋喋不休 打算在男主失败后 好好去学校为他宣传一番 但是这时候 尤托已经忍无可忍了 他出言反击了大哥 将大哥反驳得哑口无言 虽然父亲对大哥也没什么办法 看到尤托教训了大哥 也表示了赞许 不过尤托也只是嘴上功夫厉害 说实话 距离他上一次做这种事 已经过去17年了 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 男主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就好像在等待应招女郎一样 非常不自在 在转生后的17年里 这应该是尤托做过的 最刺激的事情了 不管是这个仪式本身 还是仪式的对象 尤托都没得选 就像是开盲盒一样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 就算是尤托也不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了 时间过得很快 门口在不久之后就传来了声响 门外的人好像把开门的方向搞混了 男主房间的门不是往外拉的 而是往里推的 不会吧 会弄错这一点的人 只有奥克索一个人而已 而在这个时候 会来尤托房间里的人 必然是仪式的对象 没错 尤托仪式的对象正是女仆奥克索 虽然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可是奥克索却完全不清楚仪式的事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事 却没人告诉奥克索 这是很不正常的 原来是之前 女仆长在告诉奥克索这件事时 她在睁着眼睛打瞌睡 她也是刚刚才知道 今天是尤托的生日 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也只有奥克索一个人了 不过她虽然马虎 却也会真心对待尤托 在得知尤托的生日后 便摘下了自己精心照料的花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尤托 虽然准备得很仓促 可是却包含着奥克索的心意 尤托对此也很感动 有了这样的小小互动之后 奥克索也逐渐敞开了心扉 虽然她的年龄比尤托大 但是尤托更加稳重 完全不像个小孩子 毕竟尤托在前世 也拥有30年阅历 自然会很成熟稳重 可是尤托的优秀 却让奥克索显得有些不安 她认为自己 可能配不上优秀的尤托殿下 话虽如此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真诚地对待尤托的人 除了奥克索便没有别人了 所以尤托也很庆幸 第一次的对象是奥克索 就这样尤托A了上去 一泻水到渠成 在一番云雨之后 男主身上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魔法阵 耳边同时传来了奇异的声音 满足条件 获得技能贵族特权 即将发动技能贵族特权 利用贵族特权技能复制占卜 利用技能贵族特权占卜进化为预言 尤托此时也是非常迷惑 情不自禁地便念出了技能的名字 占卜 而旁边的奥克索却很惊讶 他很奇怪 尤托为什么会知道自己拥有占卜技能 其实奥克索拥有占卜技能 却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所以在尤托念出占卜之后 奥克索也很惊讶 这样的事情引起了尤托的注意 刚才的声音提到了复制和进化 从这两个词语中 尤托已经隐隐猜到了他所获得的能力 既然获得了技能 那么首先便要实验一番 拥有技能的人只需要在心里默念技能名字 便可以发动技能 尤托此时便悄然发动了预言 在他的预言里提到了三个词语 耳朵 诅咒和忌愿 虽然是预言技能 可是得到的预言 也只有三个不知所谓的提示而已 但是对于尤托来说 这就足够了 他已经明白了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 所以尤托便走出房门 准备出门追寻预言 但是在走廊上 却遇到了自己的父亲和哥哥 男主成功完成了仪式 让大哥很不满意 他趁机开始调戏奥克索 可是尤托就在旁边 自然不会放任大哥欺负自己的女人 他向父亲申请 让奥克索成为自己的专属女仆 这样就可以避免大哥的欺负了 在解决了奥克索的问题后 尤托终于离开了家门 他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自然是预言中提到的妓院 他打算去那里 用自己的头脑和行动 找出预言的答案 来到妓院后 尤托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可是尤托来到这里 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 那便是这里的精灵女性 她虽然长得很漂亮 但是却因为精灵的身份 导致一个客人也没有 因为在大家的眼里 精灵就像诅咒一样 这样一来 在妓院里拥有特别耳朵的诅咒 不正是这个精灵少女吗 看来妓托想找到的答案 就在这位精灵身上了 于是男主又A了上去 在这之后 男主究竟能不能找到 预言的答案 他之后又将遇到 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这就只能在之后的剧情中 才能揭晓答案了 好了 本期视频结束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赞关注 大木将为大家带来 更多内容解说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by bwd6